我以後到底不去好嗎 喂? 寶貝 喂? 我坐在這裡 不會影響你們吵架吧? 不會 反正我說什麼 他們都當我是放屁 啊? 你說巧不巧 我最喜歡聽別人放屁了 不介意的話 陪我喝杯蛋白粉吧 其實呢 我為什麼要見粉小蟲呢? 我知道 她確實很過分 但是你也不用怪她啊 是我沒用啊 我整天只在來健身 都沒有時間陪她 你快別喝了 會醉的 喝再多 也治不好你被她傷透的心啊 你是第一個人 這麼關心我 也許 她不讓你去健身 也不代表是你的錯 可能 你只是 沒遇到對的人罷了 是她不欣賞你而已 但不代表 沒有人欣賞你啊 枉我跟她在一起這麼久 我要跟她探牌 你喝多了 走 我們去健身吧 不要 雖然說 我不甘心一個人去健身 成為一匹孤寂的野狼 更希望我們成為 兩頭健身方力 吃層的雄屍 但是 我要是再跟你去健身的話 少是會介意的 我 在你樓下啦 馬上給我滾下來 再和馬叉童去健身 我打斷你的狗腿 少是說的對 你走吧 我就算孤身一郎 估計 一壓不死 我們就這樣吧 走 我們走吧 這 這樣不好吧 哈囉大家好 我是馬哥 相信有不少人會發現 一個人去鍛鍊的時候 總是提不起勁 在鍛鍊身體這件反人類的事情上面 總是需要有一個人來不斷鞭策你 互相監督 互相鼓勵 在你說不行的時候 有一個人可以勇敢的站在你面前告訴你 走 公用我 沒錯 優秀的訓練夥伴 不會把你落下 並且在你最需要他們的時候 他們總會出現在你身後 還有 當你孤身踏上跑步機熱身時 往往容易被枯燥與寂寞清晰 而當你找到一名合適的訓練夥伴 與你一起進行訓練前的熱身的話 往往就會相得一張 你熱的嗎 我是啊 你的 我也好熱 哈哈哈哈 哇好熱啊 哇 哇 哇好熱 哇 哇 太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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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嘞 這支視頻的最後講什麼呢 如何有效而且安全的 與你的訓練夥伴進行相互輔助 是你的訓練質量 事半功倍 首先我們先強調的是有效性 在這裡就不得不提離心訓練 離心訓練指的是肌肉舒張的過程 例如槓鈴彎曲 槓鈴下落時就是功耳投機離心收縮的過程 相反 舉起時就是功耳投機向心收縮的過程 一次高質量的離心訓練要求正確的軌跡 緩慢的動作 穩定的控制 這是一個比向心訓練更得讓你的肌肉發揮增長空間的過程 所以幾乎每一個教你健身的夥伴或者健身博主都會告訴你 緩慢並且穩定的完成離心訓練 就算是徒手的俯卧撐 也可以在歷劫之後 讓你的訓練夥伴幫助你多完成幾個離心的下落過程 這一定比單獨訓練做不動就放棄來的更有效 所以呢 訓練夥伴之間相互輔助的意義 是通過完成更多的離心訓練 使你們相互達到更高強度的訓練目的 簡單來說就是當你覺得不行的時候 他還可以幫你再來幾個 往往決定你能不能一直進步 也取決於最後你能不能再來幾個 今天給大家分享幾個常見動作的輔助方式 除了可以正確幫助夥伴輔助 還可以教會他如何正確的輔助自己 第一 平舉類 一般我會用手臂拖住搭檔的走關節 放在這個位置的目的是 在他做到動作變形時還可以引導他的手肘 往正確的角度主動抬高 在動作頂峰時即時收手 使他獨自完成離心訓練 第二 啞鈴推舉類 特別是對於新手來說 輔助的位置最好握在手腕下方 除了幫助引導正確的動作軌跡 也避免了手臂使不上禁食啞鈴砸到胸口或頭部 對於有基礎的小伙伴也可以選擇拖住走關節 其次是同樣遵循離心時不輔助發力的原則 第三 幹鈴推舉類 幹鈴推舉的輔助 著重關注搭檔的平衡體驗 最好的方式是握在搭檔手掌的內側 使幹鈴軌跡始終保持平衡 重量較大的情況下 建議往前邁出一步 並採用正防手做輔助 同樣遵循離心時不輔助發力 第四 背部訓練 背部訓練的輔助方式 關鍵在於前半層不發力 後半層助推時搭檔完成完整動作 離心時同樣不輔助發力 強調完訓練的有效性之後 我們同樣也要關注安全性 如何保證與搭檔充斥大重量時不發生意外 這裡有兩個危險性較高的動作 我可以給你一些建議 充斥大重量握推時 建議單手輔助或兩人輔助 深蹲時採用手扶幹的方式做輔助 為什麼不建議用這種環抱式呢 一個是如果兩個人的重心都發生後勤的話 另一個是如果兩個人的深蹲節奏發生不默契的話 還有一個就是必須在有深蹲架的位置練習深蹲 護桿的位置處於安全的距離 畢竟任何訓練技巧都必須建立在安全的前提下 總之有一說一 找到一名合適的訓練夥伴確實很重要 不僅在鍛鍊的過程中可以相互拉一把 而且不管是去健身房揮汗主語 還是早晨一起去戶外爬爬山 我認為一個人在低谷期的時候 一條約你去鍛鍊 比起一條約你去死